俄罗斯人怎么看待中国,在我看来,住的越靠西就越疏远中国,住的越靠东就越亲近中国,把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态度当成铁板一块,要么好,要么不好,都不对。 俄罗斯西部的人对中国总体上是疏远,也是非常心向欧洲的,他们自认为和德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才是同道中人,而中国只是他们祖先打败的东方蛮族之一。 但是正牌的欧洲人也把俄罗斯人看成东方蛮族,所以他们要加倍疏远中国,以撇清这种可疑的关系。 第二部分,福尔加和下游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,当地居民混杂了一些东方游牧民族的血统和传统,和莫斯科·彼得堡的正牌斯拉夫人已经拉开了距离,对中国的看法即使是负面的,也不会像莫斯科·彼得堡的人一样激烈。 第三部分,再往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人,当时多数都是东晋的殖民者和被流放者的后代,也是被抛弃的人。 苏联没了,对于西伯利亚住的蒙古面孔,也在日复一日的苟且中,很难去计较什么欧亚之分了。 钱比什么都重要,中国人有钱,哪怕看在钱的份上,也不能对中国抱有敌意。 再往东,就到了远东,这里的居民就没有那么多亚洲面孔了。 当地人和莫斯科·彼得堡来比,早已生活在两个世界,只能通过政府行政和西伯利亚铁路产生一点可怜的交流。 隔了半个地球的叙利亚、乌克兰,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吗? 相反,他们和外来的亚洲面孔,双方都没有思想包袱,生意做得很愉快。 远东的俄罗斯人对中国印象自然都不会差。 当莫斯科·圣彼得堡的精英们在米兰时装秀上看新品发布时, 住在阿斯特拉罕有着达达血统的农民们,在意的是庄稼的收成。 住在伊尔库斯克和中国人做生意的小老板,正在网上下单。 而住在布市,把孩子带到黑河看病的母亲说,订的锅包肉外卖快到了。